在Manifest裡面還要做一個設定 你沒設定也不能用 這個後面我們還在講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們順便講一下證照考試的題目 當然我也比較建議各位要有個方向 你將來就業的話 最好當然不外乎有作品之外 如果有個證照那會更好 那相關的證照如果你可以考過的話 那當然在找工作上面會比別人來得更加有一些 幫助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下一個是Spinner 這個Spinner的用法我想也是要請各位等一下建一個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就是 CH05Spinner 那建專案特別注意啊 我剛剛看到有些同學建專案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暫時先用2.33 然後有些同學是已經用到其他的版本去了 建議這邊通通都用2.33 暫時都用2.33 那底下這個用沒有 OK建起來的話 才會是2.33的專案 因為我看了一下好像剛剛有同學有一些是用4.x的 4.03的版本 那做出來的畫面 稍微有不一樣 OK 好 那第一個Spinner 那我們建了這個專案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我要去佈局這個view 這個view的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iewresource 裡面 在這裡 res裡面 一樣的要把這個activity面打開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裡面的話 我佈了幾個東西上去 第一個也是一樣 我放一個testview 好 那請各位你可以放一個 這個 這個medio 有這個 然後上面的話顯示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當然你 如果還 做 繁體繁體版的話 暫時先用繁體版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拖拉一個叫spinner spinner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 把它拖拉下來 OK 那這個spinner的話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下拉選項 當我點 點它之後的話 會跳出一個清單 那我們怎麼樣把資料放在清單裡面 這個部分很重要 放進來 那底下的話呢 再放一個什麼 顯示訊息 當我點了這個spinner 之後的話 我希望能夠怎麼樣呢 能夠顯示我選取的 這一個 項目的話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比如說我做完之後 執行過來之後有沒有 選了其中一個 籃球 那很簡單 最喜歡的球隊就是籃球 我如果點了其中一個足球 最喜歡的 球隊運動就是足球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sample 那我們 等一下再來看 這個程式怎麼樣撰寫 那請各位先把 專案建立 把畫面也把它建立起來 等一下來看一下 spinner這個元件要怎麼使用 không? 我先打算 我先打算